好,現在上樓上看一看 這些地址比較殘、比較舊 牆身都要有 上到來這裡是包房 一間房、兩間房、三間房 好,先看看廁所 有廁所、浴盤、升盤 看到它做了瓷磚 一邊的瓷磚、兩邊瓷磚 而這邊是做了一些膠板 看到頂上 天花 這些是長期濕水 而引至樸 就不是滲水和漏水 看看這間小房 這間小房 都比較小 看到這個角位 就是因為看到那些植物 而弄爛了角位 而滲水進來 所以看到這裡都是漏水問題 窗就是雙層玻璃窗來的 這間小房 這間小房 可以放到一張清告床 看看另一間房間 中間的 這間小房也挺大 這間房也可以放到雙層玻璃窗 這櫃窗也沒問題 就在這間小房 就在這間小房 那裏是植物的 就在這間小房 令到角落滲水進去 看看這間房間 地毯都要換的了 這個位置是4層的 就是在那個小房間 這間小房間就很大了 這間房間可以放到兩張 雙層玻璃窗 都看到這些角落頭位 是甚至漏水 屋頂 因為屋頂一日就枝頭位塞了而倒灌 這棵牆也是 可能是屋頂的煙通 有些水送入淚而引至 全部都有VDIator 即是有Sancho Hitting 玻璃窗也是Sancho玻璃窗 分開了 也算是屋頂一天 你可吃